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瓦 习近平欢迎格尔基耶瓦女士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首次访华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 下行风险加大 保护主义抬头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临严峻挑战 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有着更高期待 习近平强调 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韧性 潜力和回旋余地 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中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遇 我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 格尔基耶瓦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表示明年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 这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持续强劲增长 相信中国未来在包括金融 资本等各个领域 都将继续保持开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度重视 并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同中国合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号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瓦 李克强表示 昨天我们共同出席一加六圆桌对话会 各方共同对外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合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加强国际合作的强烈信号 金融开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点 我们将继续扩大在银行业 保险业 证券业领域的开放 格奥尔基耶瓦表示 一加六圆桌对话会十分成功 基金组织对中国政府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表示赞赏 这有利于提升中国中长期竞争力 愿同中方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感谢观看